基本上面 你了解了相對論的時候 你會發現說 安斯坦不會為 二十世紀最偉大的科學家 因為 所有科學家發現 發現的事情 如果沒有 他完成的時候 一定有其他人完成 也就是說 不完成其他人也會去完成 只是時間的找法 但是到目前為止 沒有一個科學家敢講說 安斯坦當時他沒有 把 狭義相對論管理相對論弄出來 我可以完成 沒有人講這句話 對 所以 換句話說 他的思維是跟別人比較不一樣的 但是這個思維並不是一個 不是一個天馬行空的思維 而是要一連串的實驗跟 這個根據來支持他的部分 不然的話 人家就把他當成是瘋子一樣 OK 好 好 那我們現在我們來看一下 你現在已經出來了 Lawrence Transformation 那我現在我又要給你們顛覆一下 我說 時間是 在不同的坐標系而言是不一樣的 那會有什麼樣的情況發生呢 我說雙生子 好 雙生子是什麼呢 弄個圖來表示好了 雙生子裡面的A跟B啊 兩個人 然後呢 管他哪一個是哥哥哪一個是弟弟沒關係 反正就是雙生子嘛 只不過差幾秒鐘 然後出生的 那好 那B呢 就去旅行囉 就從地球上去旅行了 好 1930年到50年以後 他回來了 那我們剛剛不是講說 你的時間 跟 外面 跟你相對運動的 坐標系統的人 測量你的時間是 時間時據會比較長 對不對 對不對 所以在地球上的人 測量 你的時間 說我過了50年了 在那個去旅行的 跟你相對運動的 那個人看你 其實是已經過了70年 所以當B回來的時候啊 他發現啊 那個跟他的雙胞胎的兄弟啊 他已經比他年紀大了一大把 而且實質上大一爸爸不是 不是 不是假的 我必須要這樣子講 是真的大了一大把 每次講到這個問題的時候 我就會奉勸同學說 你要常常去旅行一下 因為不管是不是相對論的話 你去旅行的話 就會比較愉快 至少 心境上會比較 年輕一點 那這個問題在哪裡呢 為什麼會有雙生子矛盾呢 同學會講說 那我看你 你比我年輕 那你看我 我比你年輕 到底是誰比較年輕呢 那這個問題就在是 誰是移動坐標系 而且這個相對速度是符合什麼 牛頓第一 運動定理 近者恒近 動者恒坐等速度 以實現運動的哦 所以他一去就會不回哦 他們兩個不知道誰在運動 但是他會一去不回 唯一一件事情是什麼 如果 去旅行的這個雙胞胎 他要回來 再回到地球了 他唯一 能夠做的一件事情是 在某個點 把太空船什麼 做一個回轉 對不對 一旦有回轉的動作 就有加速度了 有加速度就是什麼 不是在冠心坐標系統 那不是在冠心坐標系統 你就知道你自己在運動 換句話說 他絕對不然的話就是什麼 他這艘太空船 還是一氣不回 但是有一艘太空船 要回到地球上 他要從這個B船跳船 跳太空船 跳到這個回程的船上 那他也知道他自己要跳船 不然他不會回到地球上 所以 當三真是矛盾在講矛盾的時候 實際上 我們要講的一件事情就是說 我們非常清楚 去旅行的這個人 是誰 是他不是他 OK 所以他就沒有矛盾而言 那你會差到多少呢 會差到多少呢 你看是這樣子的跳船 或是那樣跳船 你現在會發現說 你差多少 的年齡呢 我這邊有一張頭很騙視 有算他的年齡的 拿掉了 那他的年齡呢 其實是跟這個Factor有關係 這個Factor有關係 所以要看你的太空船的速度 那這個太空船的速度越快的時候就差的時間就越大 OK 那我們再看一下 這是第一個雙真子矛盾以前在攻擊相對論的人 那他沒有問題了 第二個問題是要回答 剛剛同學問的問題 就是說 那光是一個絕對坐標系統 他就是一個你什麼都可以對應他了啊 實際上 加力列轉換裡面 轉換成Lawrence Transformation 的時候 速度的合成性 還是存在的 只不過 你的速度合成性已經不是我們平常在寫的 V 是等於 Va V-VB 這樣子 叫VAB了 不是的 不是那麼簡單的 就要從哪裡開始 從 相對 論的這個 Lawrence Transformation 放進來 那我們說 Lawrence Transformation 就是把 X跟VT 這個 前面有一個 Gamma 放進來 那我們把它 微分 所有的都把它 微分 OK 那微分其實很簡單 這個就是 DX 那這邊呢 DX 然後這個V是Constant 然後DT Plan 速度V是Constant 所以Gamma 也是Constant 所以 如果你是 在 O這個坐標系統 就是 禁止 相跟這個速度 禁止的 這個O這個坐標系統 測量的速度的部分的話 它就是 DX DT 那在O Plant這個坐標系統 你要用它的時間 你不能用這個DT 所以 DT跟DT Plant其實是不同的 這一點 你必須要掌握住 所以 你VX的話 就是DX DT 那 你把它 放進來的話 你測 整個把它計算一下 因為你這邊是DX DT 這邊也DX DT Plan 再加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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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那這個 這個D 你現在的話 是DX DX 就等於 Gamma 比 X Plan 加上 V的 比 T Plan OK 那這邊 DT 這邊也 DT 所以 這邊呢就是 UX 那這個 Gamma 是這樣 這個 DT 跟DT Plan 之間 要再微分一下 所以這一項 就是我們的 UX 然後 加上 V 它DT Plan 跟DT之間呢 你的Lawrence Transformation 已經告訴你了 OK T跟T Plan之間 它的差異 你這邊DT T- 這邊X的部分 然後 這是Gamma Gamma 我們就把它 寫了 這全部 底下的部分 OK 所以 你把 DT 除過來 就是 DT 那這個就是 Gamma 1-C V U X 放進來 分母 的部分 這一項 Gamma 分子 1-C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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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1-A 1-C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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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2-C 2-C 1-C 2-C 2-C 1-C 1-C 2-C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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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3-C H 1-C 10-D 1-C 給的東西是什麼 給的東西就是看你的 這兩個坐標系統的相對速度的關係 那因為你這樣子的一個轉換的部分的話 我們會發現一件事情 發現說 當我的速度啊 點小於C的時候 我這一項就可以拿掉了 這個都可以拿掉 所以你就變成 γ本身就7去1的部分的話 所以我們就可以知道 UX就等於UX'加U V UY就等於UY' UZ就等於UZ' 所以這個就是加利列轉換 所以基本上面 Lawrence轉換轉換成加利列轉換 它基本並沒有障礙 完全沒有障礙 那換句話說 那已經不是絕對坐標系統的問題 那光速是什麼回事呢 光速就是在這個情況之下 你看到 你看到 如果是光的速度 那 你的光的速度的部分的話呢 我說 假設 UX'是C的話 你看到的是一個問題 一個 這是C 這也是C 所以C加V E加C分之V 還是C 所以速度C是Constant 沒問題 因為它本來就在這個假設之下 所以它出來的結果 一定回到這個假設 所以你在怎麼算它的相對速度 它還是C 即使你的兩個 常常有同學會問說 有一個人做一個光速的火車的話 那它測量到對方的速度是怎麼樣 那這個是C的話 那C跟C消掉一個 你還 那 這個光子在另外一個座標系統 還是光速 它永遠是光速 不管V是多少 這兩個相對速度是多少 它還是光速 所以 沒有 沒有所謂的 光速 在哪個座標系統 它的速度會超越它的 那也因為這樣的一個結果的部分的話 譬如說 我們現在我們看到這個汽車騎士的話 那我說我丟出一個球 它以0.8C 那丟一個球0.7C的話 那 依照過去的話 就是0.87 丟一個球0.7C 那 它丟出來的球相對騎士 騎士相對地0.8 所以它就會1.5C 對不對 但是旁邊的人看這件事情的話 你看到的是 運用加力列轉換的速度 它底下還有這個FET出來 它才0.96C 所以永遠不會超過光速 你怎麼樣的 運動速度 你通通不會超過光速 那也因為這個情況的話 我們會發現 我們的物體在移動 這個應該沒有問題 這個 你會發現說 喔 往前運動的光線 跟往後運動的光線 它其實 它的那個 角度已經不一樣了 所以我們靜止的時候 一個RADIATION 四面八方輻射 跟它在移動的時候 它的RADIATION 四面八方輻射 它是有一個UNCLE 它就完全不同 那速度的極限呢 就變成是什麼 速度的極限就變成是 不管你任何的能量的情況之下 它一定達到的最大的值 就是光速C 這是我們速度的極限 那 在這個極限之下 就會發生一個問題 就是說 我們平常我們講說 我給你能量 你就可以增加速度 對不對 那我加更多的能量給你 你速度就越快 對不對 可是現在問題是 你告訴我說 你速度啊 不是 無從進的可以上去喔 它是有一個CAP 在這個地方 讓你 不能 繼續往上升 它是什麼東西 讓你不能繼續往上 增加你的速度呢 能量給你的 你不能繼續 把你的速度提升 能量跑到哪裡去 它提升的不是速度 它提升的是什麼 它提升的是質量 OK 所以 第一件事情 其實相對論裡面 它講的是因果率喔 所以你如果光速C 是最大值的時候的話 就不可能說 喔我們這個 做一個光速的火車 或者飛機 或者是什麼 什麼 飛彈啊 什麼 然後去看 看我們這個 過去聲啊 或者是來聲的情況 因為我們所有的information 都是以光速再傳出去 傳出去對不對 你不可能做一個 超越光速的火車 先去知道說 你到底發生了什麼事 然後去改變 這個是電影的情節而已 在狭義相對論裡面 不可能發生的 好 所以它是遵守因果率的 OK 那 接著我們就剛剛講的就是說 好 那隨著你這加速 給你的那個 這個 這個 能量的部分的話呢 那你的速度 光速速度的話 要一直增加啊 但是 你這樣子的增加會違反 最大的速度是光速這個 那增加了在哪裡呢 增加了就是在 這個Mars的地方 換句話說 誰的速度增加 你其實質量在增加 也就是說你速度非常接近光速的時候 你已經什麼 燙到 給你能量呢 你只能增加一點點的 你的慣性太大了 OK 所以 你的Mars 這是一個靜止的質量 完全沒速度的時候的質量 完全沒速度的時候的質量 那你的質量會增加到 無窮大的時候 如果你越接近光速的時候 所以你必須要投注的能量是多少呢 投注的能量就是 愛因斯坦最有名的 這個 這個 相對認的關係是 就是 mc平方 你要投注的能量就是 這個 某大的能量 那這個能量呢 其實 就是質量跟能量之間的轉換關係 質量本身就是能量 能量本身就是質量 其實就是一體的兩面 這是 我們可以看到 愛因斯坦想要相對論裡面 最重要的一個地方 在這個地方 那你在牛頓力學的動量守恒的東西 我們可以看到 在牛頓力學裡面啊 好 這個速度你可以 越來越快啊 二分之一mv平方啊 ok 那 k的動能就會越來越大 二分之一mv平方 但是你 你可以看到 在相對論裡面 速度V 是要有一個定值 這個定值 是有一個極限值 這個極限值 就是我們的光速 所以 這一條曲線啊 絕對不可能超越光速 必須要把非相對論的 古典的 二分之一mv平方 修正回來 修正到紅色的這個曲線 那這個紅色的曲線 就變成是這個 這個動能的情況 這個動能啊 基本上面 已經不是二分之一mv平方了 它變成是一個 momentum 它之間跟動量跟能量之間的關係 和靜子質量的關係 所以基本上面這個是 在相對論裡面的部分 對 那你說 你一點都不相信相對論 但是你每天已經在用相對論 和能發電 就是相對論的結果 OK 你已經每天在享受相對論的結果 因為太陽裡面的核融核 太陽給我們的 energy 就是核融核的部分 它每天從這個 氫的循環 從質量很小的 OK 它從這個 氫 直子 變成刀 然後在 氫加刀 變成穿 然後氫加穿 變成氦 所以你變成在這個太陽上面 在這個cycle 每一個cycle 從氫到氫的過程當中 每一個cycle就會釋放出來 兩個plot 這個 這個 直子的部分的話 它釋放出來25個MED 這是太陽上面的 直能互換的情況 那核分鏈呢 更是我們常常碰到的 就是右 右呢 這個中子一打 打右二三五 然後變成三個中子的部分 然後變成刀跟背 那這樣子的一個反應 就有200個MED 這重點在哪裡 重點就在 就在中子跟直子的質量 差的很小 差這麼小的質量的情況之下 它轉變成能量 1等於mc平方 ΔM轉變出來的ΔE 這很恐怖的 所以 你看到的是 中子跟直子數 兩個合起來的 質量數的差別 兩個 那 它其實你看 235加1 一共236 那這個是 141加92 再加3 也是236 所以 它只是什麼 直子跟中子差的差別而已 所以 這樣子的情況的部分的話 差出來的能量差就這麼多了 所以你說 核能發電 安不安全 其實蠻安全的 差在哪裡 差的就是 你不要把中子 沒控制好 現在 發生問題的就是這個控制棒 控制棒要幹什麼 控制棒就是要吸收這個直子 一個直子撞進去會三個中子 一個中子跑進去 會有三個中子跑出來 那換句話 那三個中子就變成去撞三個 又235了 所以你會發現說 這是連鎖反應 一個進去變了三個 或變兩個 那你就變成 一個 一個進來 現在有出來三個 然後這三個又打三個 三個又 這就連鎖了 所以你 這個控制棒就是要去吸收這些多餘的中子 把那個不要的中子全部吸收起來 才會讓它只有一次的反應而已 所以 問題就是出在這個地方 如果你控制棒沒有弄好的時候 那可能就整個連鎖反應 就反應乳就爆炸了 這是核反應裡面你說它安全嗎 非常安全 你說它危險嗎 非常危險 就是原因在這個地方 你把它弄好就沒事 弄不好就通通 就是非常大的災難 所以我們可以看到 那愛因斯坦跟牛頓 為什麼會在 我們整個的物理上面 並列為 兩大的那個科學界的 這個巨人的部分 不是沒有原因的 牛頓我們都不能講 他有什麼了 這個 那愛因斯坦的部分 如果你注意可以來看一下 他的背景的時候 他到1905年發表五篇論文的時候 他是26歲 距離你們現在 沒有幾年 所以不要妄自毀婆 你看到我們 一看到近代物理的科學家 每一個都是二十幾歲就 就成功了 但是他絕對不是二十幾歲 享受他成功的結果 所以 諾貝爾講是 搬給活人 不是搬給死人 所以你們哪 要好好的保養自己的身體 最近竹科不是有一個人 死在這個電腦前面了嗎 對不對 王健玩的太厲害了 他這五篇論文啊 其實都不是她的 博士論文 他博士論文寫什麼 沒人管 最重要的是 布朗運動 特殊相對論 光電消影 他拿哪個 諾貝爾獎 光電消影 他真正最有 就是特殊相對論 布朗運動是統計力學 所以你看他前面 一點都不輝煌 你看 1907年 申請博恩大學博士後研究 未被接受 博士後研究 你們知道是什麼職位嗎 就是你拿到博士學位了 那你就找一個研究室 繼續做你的研究工作 就叫Postdoc OK 他不是正式的教職 我們這棟樓裡面 就很多Postdoc在這邊 Postdoc 最多幹個一年兩年 以後你就還是要得到 最正式的教職 所以你看 博恩大學不給他正式的教職 沒有接受他Postdoc的申請 後來博恩大學還是給他了 所以蘇黎士大學 就聘他為副教授 然後 1913年 國家科學院院士 1915年 10年以後他發表 廣義相對論 他的廣義相對論 在1919年 在巴西的時候 證明了他的廣義相對論裡面 告訴你 光會受 重立場的偏責 這件事情 大家都跑到巴西跟南輝 要看日全時的光有沒有偏責 目的就是要幹嘛 要去看愛因斯坦 到底是對的還是錯的 結果一看 就是對的 OK 所以 這個是 1919年 所以你看 1921年 距離1905年 已經16年後了 他才得到諾貝爾獎 在二次殺仗的時候 他到美國去了 然後去把他所有的相對論去發展原子彈 那這個發表原子彈的話 1952年 以色列國會邀請他 當總統 他拒絕了 他拒絕了 愛因斯坦還是很聰明的 所以 學科學的人不一定 會當總統 因為總統還是 但是 但是有時候 科學家還是要出來為國家做事 譬如說李國鼎 孫應選 這些都是學物理背景的 跟電機背景的 然後帶動我們國家的氣味 這是2005年 世界物理年 紀念愛因斯坦 這是聯合國紀念愛因斯坦的所有的紀念活動 在台灣也沒有缺席 我想2005年你們大概是在國中吧 有沒有人參與過這樣的活動 所以世界物理年都看過這個logo 那這個logo呢我覺得 這是藍色的 這是紅色的 這是綠色的 這是橘子色的 這不是我們台灣畫的 這不是我們台灣畫的 那個 那個聯合國畫的 所以他 把我們台灣的所有的顏色都考慮進去 對 黑世界和平年 那 這個部分是 你們知道101 放煙火這件事情是誰先想出來的 物理學會 物理學會 第一次 在101大樓放煙火 就是為了2005年的 1等於mc平方正式打在101大樓裡面的外觀 這是當時的情況 OK 很壯觀 那時候為了這個1等於mc平方 他們要去募款 然後要去收動那個 那個陳米勳 讓那個101大樓要打 11等於mc平方 然後要有煙火 要有煙火這件事情的話 要講 要說服他 所以 物理學會理事長現在很後悔 他說當時就應該要申請專利了 因為每一年跨年都在放煙火對不對 那時候募了一千多萬 就是為了做這件事 如果申請專利以後 以後要在101換煙火都要來給物理協會 簽證一下 那我們的物理協會就不會那麼窮 他這個是廣義相對論裡面告訴我們 其實這太陽光線會偏折的情況 他們在南輝跟巴西看日全史 就是在看這個光線的偏折 那確實是光線是真的偏折 偏折的1.75分 很小 很小 OK 這是當時的情況 所以 基本上面 也因為這個1919年的 日全史的編史 愛因斯坦的這個地位 就更加的鞏固了 那為什麼當時那個納稅一直要把他逮捕 他趕快逃到美國去的原因 就在這個地方 對 也就是說那時候就知道他的相對論是對的 相對論是對的部分的話 質量變成能量這件事情啊 就很恐怖了 所以美國人想得出來發展鹽子彈 德國人也想得出來 每一個人都想要抓愛因斯坦去做這件事情 那愛因斯坦其實後來很後悔 他整個那個相對論弄在這個 灰核能上面 對 因為造就了那個 太多的那個災難了 你到廣島去看那個 二次大戰的那個爆炸的情況的話 那個真的是叫慘不忍睹 那個 一爆完了以後 這個人的皮膚整個掛在哪 全部溶掉 好 那廣義鄉列列裡面 在講彎曲的宇宙 有全部的禁止的電梯 跟加速度的電梯 跟重力的關係 這又另外一件事情 這個 這個告訴你們一下 很好玩的 這張圖是日本的一個科學的雜誌 喔你們講到科學雜誌 你們欠了我一篇文章 下個禮拜一要繳 對啊 講好六月初就要繳了 你們欠我的 這個圖他是這樣講 他在講 愛因斯坦的廣義相對論 重力的關係 他為了重力也跟狭相對論一樣有時間延遲的關係 時間延遲的關係就是說 樓越高的時候重力廠就越弱對不對 那時間呢 就會time deletion 所以呢 他說有四對雙胞胎 住在一樓的人 精神飽滿 到住在四樓的人 就已經走掉了 也就是說 住在三樓的人就已經在生病了 也就是說他的年紀四對雙胞胎 他已經年紀這麼大 就走掉了 日本人畫的圖 很好玩 重力廠也有一樣的 一個時間time delay的關係 這個 重力廠的time delay的關係 其實在你們衛星導航的 儀器上面 每隔一段時間都要去校整一下都有關係 好 我想我們今天大概就差不多上到這裡了吧 你看這個GPS的衛星上的鐘 你要去叫一下 一段時間就要去叫 叫一點點 非常小 對 好那我們今天就上到這裡 叫一下